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什么是超系统 超系统是基本轮廓基本样子 我们也讲解了超系统的启动过程 从boot set到setup 一直到head一直到main 还包括mamo int 像这些数据结构初始化的一些代码 我们都讲过 那么我们也讲过了超系统的接口 就是系统调用 我们也讲过了系统调用 它背后实现的阅历 以及怎么从printf最后到了syswrite 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如果我们把超系统比作一架钢琴的话 那么我们把前面的内容叫做揭开钢琴的盖子 我们看了看这盖子里 这个超钢琴里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表面上看一看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 把超系统打开来大概看一看 它大概的启动流程 它的系统调用大概是什么样的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是把钢琴的盖子打开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封解整个钢琴 也就是说我们看钢琴到底是包含哪些部分 超系统到底包含哪些部分 每个部分为什么会是那样 它们怎么组装在一起 最后才能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本来要做到这一次 就应该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开始讲解 但是为了加深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我们特意增加了这么一讲 就是来看一下超系统历史 那么培根曾经说过 读史让人明智 那么根据超系统历史 我们会对操作系统是怎么编出来的 超系统为什么要有那些模块 为什么会什么东西才是它的核心 什么才是钢琴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才是超系统最最核心的东西 应该有个了解 以及它的历史上怎么产生出来 这绝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节 通过读历史 让我们更加明白 让我们也能抓住超系统的重点 这样在打开超系统时候 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因为超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如果在头脑中 没有一个清晰的图像 没有一个核心的骨干在里面的话 那么打开了以后 你会发现完全蒙了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学看一下超系统历史 超系统是一个怎么变化 怎么会最后为什么 最后引出来的是吧 引出来的是什么样一个核心的图像 什么样一个核心的概念 它的最核心的东西在哪里 以及它是为什么产生的 这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超系统历史 我们从最一开始 实际上出现了计算机就有了超系统 因为人们一开始就知道 一个计算机如果不配上超系统 使用起来真是太费劲了 所以从一开始就有计算机 从一开始有计算机就有超系统 那么这就要从最一开始的计算机讲起 最开始计算机就是最开始能够使用的 计算机就是IBM 7094 人们也称上古神机 这是一个非常猛的 跌堂级别的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造价非常昂贵 250万美元 当然这个是非常昂贵 对面对这么昂贵的计算机 那么计算 面对这么昂贵的计算机 计算机是主体 而计算机完成任务才是主体 也就是以我们所有的任务都应该围着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围绕着计算机在工作 也就是计算机是主体 绝对的主体 一旦它开始用算 那么就绝对不能让它有做一些额外的负载动作 所以当时的样子是这个样子 那么有好多个任务是吧 有很多个计算任务让这个机器完成 那么这个机器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 是吧 完成 不管完成还是出错 那么总之到了中途 它是不会停下来的 做完了这一届事 它马上就开始到第二届 第二个任务中继续去执行 所以对于计算机来说的话 那么是一直执行下去的 这就是叫批处理系统 它是一个批处理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配的操作系统 实际上也不能叫操作系统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接控程序 这个接控程序很简单 只要看发现第一个任务出错了 或者完成了 它马上修改一下PC指针 让它去执行第二任务 当第二任务出错了或者完成了 马上去切换到第三个任务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计算机是没有任何额外动作 也从来不停下来 它就是一直在那跑 一直在那执行关键任务 那出错了以后怎么办呢 任务出错了以后怎么办呢 把出错的信息输出到磁带上 输出到磁带上 你去分析 分析完了以后 然后你再写一个任务放在后面 然后批处理再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接控系统非常简单 它做到的事只是 只是什么呢 如果发现一个任务中途出错了 或者完成了 就切到另外一个任务去执行 修改一下PC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超系统非常简单 确切的说也不能叫超系统 那么但是这是最开始的计算机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线的计算机和它差别太大了 那么这是一个慢慢野进的过程 大家来看一下 后来计算机又不一样了 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多 实际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里给出一个超系统叫OS360 实际上OS360就是超系统的 也是一个跌堂级别的一个超系统 很多概念都是从它来的 实际上很多事情就从这个故事来的 这故事是什么呢 这故事是什么呢 实际上也非常简单 计算机在不断的 肯定是变得越来越便宜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写来的事情 刚一造出来的计算机肯定是越来 肯定是非常贵的 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而且大家知道这里还有个著名的摩尔定律 按理说是每18个月应该是便宜一半 那么当然老师这个摩尔定律 比我刚才说的要复杂 但是它的直观思想就这么一个思漏 所以计算机在越来越便宜 那么一旦便宜以后 用的行业就多了 那么IBM 7094可以放在科学计算里 那么IBM推出1401可以放在银行里 所以也就是说 不同的很多机器可以适用在很多行业里 那么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活要干 比如说银行的话 那可能要出纳 就是要把你的信息写在磁弹上 写成IO 这是一个它重要的一个任务 而放在比如说算这个航天 你的卫星发射的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样的场合的话 可能计算一些什么矩阵的转值了 逆了可能非常重要 完全是科学计算 所以不同的任务有着不同的特点 科学计算不断的是CPU里算 而IO任务它要访问磁盘 访问磁带访问这些东西 那么对于来说的话 这个计算机就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一台机器既用来科学计算 又用来银行业务 那很可能这个时候便宜了 买一台计算机 我可以放在银行工作 当然实际上银行中的很多任务 也需要进行科学计算 比如说要算算利率了 汇率了等等这些活 所以就是一台计算机要干很多事 如果一台计算机要干很多事 仍然采用批处理的方式 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为什么不合适呢 我们来看个例子 假设这个任务就是一个出纳的任务 就是要写IO的任务 他是要写IO的任务 因为是多种任务 这是一个IO的任务 而另外一个完全是要进行一个计算的任务 好 它是一个完全计算的任务 然后大家来看 一个是IO的任务 一个是计算的任务 那么如果是批处理的话 那么好了 必须要把它完成了以后才能去它里执行 中途是不能 中途停下来没用 必须等着 因为一旦中途停下来 要是切到 要是切到 下个任务去执行 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任务就完成不了 所以必须要等着 那么这样是否合适呢 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里你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我们首先算了算 说你现在你又存了 你原来要100块钱 你又存了100块钱 算吧 那是200 我们要把这个200这个数字 要写到磁带里 因为下一次写到磁带里 保存起来 但是一旦发生 一旦要去写磁带 这个地方写磁带 一旦写磁带了 那么就会变得非常慢 因为知道计算还是非常快的 而写磁带会非常慢 也就是说中途可能要等上几秒钟 假设等上5秒钟 那么这5秒钟的话 对于这么重要的机器 你让它停下来 在这等5秒 你们说大爷说合适吗 很显示不合适的 所以它的做法是 一个自然而然想的做法 就是一旦启动了以后 一旦要是在这停下了以后 我们完全可以切到另外一个任务去执行 那就跑吧 让这任务跑吧 然后跑到一定程度的话 好了 这别玩意儿了 那我再切回来 继续执行 应该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样子上 虽然这个机器 机器在切来切去 在这里 你看这切了一下子 这又切回去 虽然这样切来切去 的确造成了一些额外的代价 但是计算机会越来 计算机比较变快了 比原来变得便宜了 也比原来变快了 那么这样切一下子 看起来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而如果在这里一直等五秒钟 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 因为五秒他可以干很多事情 所以而切一下子 这个代价应该是比较小的 所以 当然这里面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那就为什么 那就不让他有多种任务 跑在这里吧 就不让他干多种事吧 这个背景造成了他要干多种事 因为进入了很多个行业 每个行业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每个行业有不同的计算任务 每个行业有不同的计算机 需要执行的任务 任务不同就决定了 他一定会有多种任务 放在计算机里去跑 那么多种任务放到计算机里去跑的话 如果成P处理 现在是不合适的 那么所以就应该行持这种结构 这种什么结构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概念 多到程序 就多个程序 多个任务 同时出现计算机中 然后多到程序 同时是吧 或者说是交替的 你执行一会儿 我执行一会儿 交替的向前推进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作业之间的什么 交替切换和调度 这个时候操系统就有样子了 操系统就有样子了 那么为什么说操系统有样子了 那什么时候切换 什么时候调度 怎么切换 这就出现了很多事情 实际上我刚才说过了 这个样子就构成了 懈怠计算机的一个基础 因为我们现在的计算机 现在的计算机 大家知道用途非常广泛 几乎所有的行业 所有的单位都计算机 计算机在跑不同的任务 有的是什么CID CID画图 有的是做银行 有的是计算矩阵 有的是网络通讯 等等 现在的计算机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跑了很多种任务 那么接下来跑的是很多种任务 就要存在这种多道程序切换的样子 所以为了完成这种多道程序的切换 让它合理有序的切换和调度 操作系统就要做很多种 做很多事情 那么为了完成 为了做到这些事情 后来就出来了一个操系统 IBM组织人 据说当年非常组织了很多人 你看5000个人 5000个人 组织了很多人 那么这很多人负责开发了这个系统 叫OS360 那么为什么叫360 就是360就是360度的意思 就表示全方位的服务 就是可以给任何任务科都可以 所以当时也才把这个系统叫做操作系统 那么什么是操作系统 前面我说过 你是给硬件装了这么个系统以后 方便用户对计算机的使用 所以这个系统装在计算机上 你就可以应用在各行各业了 所以叫360度 所以他当时出发初中 就是这个思想 但是就这样任务 切来切去 这样调度来调度去 最后这个系统就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最后5000个人开发了一年 当然OS360现在还有 但是很少已经有人使用 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成功的项目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bug非常多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 它的基本思路是非常对的 多个任务同时存在系统 对多个任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多个任务直接不断的来回切换 调度 这个核心思想非常对 多个任务 切换交替 多任务的结构 因为这个多任务在后面会讲的 就是进程 所以当时已经给出了多进程的这种结构 这个结构已经开始萌芽了 这个结构非常重要 那么通过后面 我们在后面再讲超系统历史的时候 发现多进程结构是超系统历史中最辉煌的 也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超系统都是基于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是一张什么图呢 就是因为这个系统变得非常复杂了 非常复杂 越来越不受人的控制 当然当时1970年代的时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还没有特别好的软件工程思想 所以当时当代码特别多的时候 最后实在没法控制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样子 开发OS360的人最后得到工程师 最后画出这样一张图来 认为什么呢 一个超系统已经是变的 超系统放在中间 而我们这些开发者 已经变得像恐龙一样了 完全不懂在干些啥 所以当时有句话是 灭对如此复杂的超系统 我们犹如使节动物 这个样子 所以从这个侧面 讲这一页PPT的核心含义就是 多进程结构 为了满足 为了满足计算机进入多个行业 是必然会产生出来的样子 但是多进程结构 也会导致系统非常复杂 这个复杂的系统 在当时大家认识 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做起来是非常费劲 而且没有成功 好了 这是OS360 后来从OS360又到了Multix Multix是MIT组织的一个系统 实际上这个系统和OS360 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推进 它只是又增加了一个内容 因为计算机进入多个行业了 不光任务 不光出现了多种任务 使用人数也增加了 也就是说 张三想使用 李四也想使用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 做一个银行来说 出纳想看一看 这个系统是什么样的 公司经理也想看一看 部门经理想看一看收入情况 银行的运作情况 所以用户也特别多了 那么用户也特别多了 每个用户要做一件事 那就要启动一个任务 来启动一个任务 来完成他想要干的事情 所以这个系统上 就除了出现 除了出现多个任务以后 还出现了每个人都控制一个任务 这种局面 你看这是蓝的是一个人控制的局面 一个人控制的任务 黄色的是第二人控制的任务 这是第三个人控制的任务 那么这个时候的任务 就比刚才变得更加复杂了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是实在不行了 我才停下来 切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行 而如果是多个人的任务 就不能是实在不行 才切过去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个人 如果一直跑了 他没有不行的时候 他也没防我挨欧 那这个人一直捞不到处理 他要一直捞不到处理 他就会感觉 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太不友好了 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因为计算机从来不给我处理什么内容 所以他会等得非常难受 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除了多个任务 不仅仅是在 多个任务 不仅仅是在实在执行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访问Io了 这里是访问Io 实在执行不下去的时候 才跳转 才进去切换 那么现在就是 要封死切换 引出了封死的概念 也就是说 给你执行一会儿 就切出去 给他再执行一会儿 然后再切出去 给他执行一会儿 然后翻过头来 再执行蓝的 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一段一段向前推进 是不是感觉 好像一直 这个系统一直在给我服务 至少一直在处理我的任务 这是一种概念 这个概念叫封死系统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封死系统和前面的多进程结构 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变化 也是一种多任务的结构 只是刚才是在启动Io上 就是CPU没法执行的时候才切换 而现在是定期的切换 反正都是切换 所以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但是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系统 因为这个系统引入了 这概念以后就导致了一个计算机可以很多人同时使用 这个虽然在当前的当前我们用的PC机里 你感觉这我也从来没有多个人同时访问我呢 也从来没有多个人在PC机我的机器嘛 也没有多个人同时访问我 是吧 就使用我的机器啊 但是对于服务器来说 对于那些server 在服务器来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server 大家知道 server像server这种机器 就是多个人同时登陆上去 不同共同使用这个系统 是非常重要 那么当然在PC机上实际上虽然没有多个人放上去 但是也有也有风湿的思想在里面 这个不用说了 是吧 后面再讲 那么所以这个Multics就使得多进程的样子 是吧 多任务同时推进的样子 就更加清晰是吧 就是更加有用了 是吧 更加多了 情况更加多了 所以当然这个概念仍然是核心 仍然是任务切换 仍然是多进程结构是吧 虽然历史是发展 但是这个发展 这个基础仍然是多进程结构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了 多进程结构是超系统最核心的图像 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所以当时提出来 所以我们才说是电堂级别的一个系统 那么后来 从Multics后来就出现了Unix OS360和Multics都没有获得成功 现用的都没有 但是Unix却成功 是吧 Unix为什么能成功呢 后面大家也会看到是吧 但Unix成功实际上 也也印证了我们这课程的一个思想 待会我会说出来 当然计算机仍然在不断的便宜是吧 80年代以后又开始便宜了 当时出来PDP一是吧 这样的小型机开始出现了 售价只有什么 你看12万是吧 12万美元 这个12万美元要比i7094呢 便宜多了是吧 12万美元大家想想 对于现在来说也就是一年的工资是吧 美国人一年的工资 所以这台机器虽然买起来费劲是吧 但是也是可以购买是吧 就普通人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使用PCG了是吧 不叫PCG说错 使用PDP01 就是PDP1是吧 使用小型机的 那玩意在位于贝尔什叶斯的 在贝尔什叶斯工作的这两个老兄是吧 非常著名的两个人 托马斯和瑞茨 就是秋奇 Denis秋奇 Ken Thomas 这两个人大家知道是图灵奖获得者 他两个是唯一的 因为做出系统而获得图灵奖的人 是吧 绝对是大生是吧 非常著名 是我们学计算机人心中的偶像 那么这两个这两位是吧 这两位当时他们都是什么 就像和可能和在座你们大家是吧 年龄差不多 也就是说都是本科生 都是年轻人是吧 很年轻的人 那么他们在这个工 他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时候 有机会接触了这个PDP1 当然后来发展PDP7 接触这个 然后在这上面他们就说了 能不能把Multics 实际上Multics是在OS360基础上改造过来的 那么能不能把Multics实现一下 最后他两个实现了 因为是两个人做的 当然这两个人也参与了Multics的项目 参与了OS360的项目 因为是两个人做的 那么控制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而不像5000个人去做 那控制起来就非常困难 所以两个人做的 做出来这个系统更加灵活 更灵活更紧凑 当然bug也更小 因为是两个人做的 不存在相互 就是人很少 不存在相互协调的问题 协调中出现的差错比较少 而虽然它的核心概念 仍然是刚才的概念 是吧 封死系统多任务切换 多进程结构 多进程图像 仍然是这个样子 但是它更加灵活 更加灵活 更加成功 所以说起来 Unix 大家都知道 这个几乎是学计算机的人 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系统 非常著名 那么这也我们再说一下 刚才老师不说了吗 这个学习这个 也引出了我们这课程的一个主旨 大家可以看到 找一个自己的小伙伴 找一个小伙伴 两个人配合在一起 当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感兴趣的时候 比如说当两个小伙伴 看到了这一台机器以后 就觉得为什么不能给他配一个超系统 两个人在这个上面写了一个超系统 伟大的Unix就诞生了 后面还有这样的思想 是吧 比尔盖茨也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比如说你发现今天 物理网时代来了 云计算时代来了 我们是不是也能给云计算 上面写一个什么模块呢 我们也是不是能够在物理网上做点什么事呢 计算机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大家找那么三两个人作为伙伴去写一些实际的东西出来 写一个系统出来 将来可能会辉煌成就 像比尔盖茨开发的微软是这样的 那个Google也是这样的 好我们这里不再说了 当然要做到这些事情 你必须能有这个能力写出来 所以对超系统能力要求很高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课程的原因 就是让大家真正的去接触超系统 真正具有写出系统能力 当这样的话 你出现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 你才有能力去做一些你感兴趣的事 所以主题就是找一个伙伴 找两个伙伴 学一个感兴趣的东西 你有足够强大的编程能力和计算机系统能力 做一点事情 这也是我们学习超系统历史 要给大家传达的一个思想 好吧 UNIX出来以后 后来呢 UNIX出来以后 后来到了Linux时代 Linux时代是怎么产生的呢 计算机仍然在不断的发展 后来出现了PC机 PC机就变得非常普及了 这就是IBM PC 在老师当年上学的时候 199几年 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当时用的就是这样的PC机 当时感觉已经非常帅 非常好了 很多很多人可以接触计算机 并且接触UNIX 而大家可以看到老师的伟大功劳 Tabinem 这个人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发布了一个MINIX 非常类似UNIX 用于教学 而Linux呢 Linux呢 Linux Linux看了 学习了这个MINIX 是吧 MINIX 学习了它以后 就很想在这台计算机上 做出一个系统 如果做出这样的系统来 那学习也很有成绩 也非常感兴趣 做完这个系统以后 也许做这个系统 本身还可以 也没觉得辉煌到什么程度 但是这位老兄 Linux 在做出这个系统以后 把它以开约的形式 发在网上 发在互联网上 因此就展开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 Linux产业化 就很多很多人上来 一起去写这个Linux 而且都是开源的 后来Linux什么 辉煌到的极致 代致到现在Linux 现在是2015年 自从2010年以后 Linux辉煌的 非常辉煌 几乎现在很多系统 像安卓手机 底层就是基于Linux 很多应用 很多什么切入设备 很多什么 上面装的全是Linux 实在是太有用了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能说明什么呢 既然Linux是改造了Unix 所以它的核心四线 仍然是OS360的多进程结构 仍然是那个样子 这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只是什么 这里更加印证了一点 一个人做操作系统 比明白超系统背后的约理 要重要的 要更加重要 当然不明白约理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明白纸上的约理 对超系统的学习来说 可以说只完成了10% 剩下了90% 要真正把它落实到实际的计算机中 是吧 因为超系统 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软件 这个太重要 那么大家看一下 是吧 我们总结一下历史 历史让人明智 是因为我们要总结历史 从IBSYS 是吧 就是IBM做出来的SYS 就是那个P处理的监控系统 到OS360 到Multics Multics 到Unix 到Linux 这个过程 大家也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核心 核心从来没有变过 因为它是实现了它 它是实现了它 它是简单改造了它 它是核心 所以多进程结构 一直没有改过 多任务结构 多个任务在计算机里 同时交替执行 交替推进 互相切换 这种结构 一直没有改过 它是超系统的基本图谱 但是对于超系统来说 实现概念 越比理解概念要更重要 后来人们就在不断的去 实现概念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读 我们不读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老师给大家说的一句话 根据这句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课程的主旨 然后我也这也是 我认为超系统就应该这么学 我们要掌握超系统的 多进层图谱 如果头脑中没有这个图谱 没有这个样子 那你肯定做不出什么Linux 做不出Unix 但是如果你只有这个图谱 你再画在纸上玩一玩还可以 没有任何用途 我们如果能把这个图谱实现了 至少我们能把这个图谱理解 别人是如何实现这个图谱的 我们能够适当改造这个图谱 那么你对计算机 你对超系统的理解就上了一个层次 有了这样的层次以后 才能说 才能兑卸我们曾经的承诺 我们要通过上层接口进入系统 并且扩充系统来提高系统能力 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图谱 那肯定是无本之末 但如果你要是只知道这个图谱 而不去实现它 你从永远不会有这个系统能力 所以我们既要在头脑中立起这个图谱来 这是我们在讲CPU管理 那一部分中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一项任务 要多进程图谱立起来 不仅要立起来 还要讲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做出来 这是一个概念 好了 接下来实际上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图谱 就是多进程结构这个图谱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个图谱 超系统在这个课上 我们就把这两个图谱说明白了 讲明白了 怎么做出来都讲清楚了 钢琴就封解了 我们把超系统这家钢琴就封解了 那么第二个 我想用第二条历史 第二个历史来解释第二个图谱 那么PCG的诞生会导致百花齐放 因为很多人接触了 只要有不断的有人去接触到机器 就有那些人 一些感兴趣的又有才能的人 又能刻苦专业的人 切而不舍的人 就会给系统 给这个PCG做很多事情 其中 其中 DOS就是著名的代表 那么这个DOS实际上就要引出比尔盖茨 那么当然在盗子之鞋的话 也有个人 也有个实际公司 这家公司给这台机器 这就生产出 这是另外一种PCG IBM推出PC 这是PCG 另外一种PCG 那么这个公司叫数字研究公司 又给这台PCG配了一个操作系统 叫CPM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PM 就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 这就是DIR 列出里面的目录 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样子了 列出文件 看文件长什么样 实际上我们讲的第二个图像 就是文件的图像 基于文件的图像 就是从用户怎么使用计算机 我们使用计算机 主要是操作这些文件 那么在CPM的基础上 又做出了 开发出了QDOS 当然当时QDOS 这个D 并不是后来的DOS的含义 是Disk 后来的含义是Disk Operating System 就是磁盘操作系统 当时是Dirty DirtyOS Quick at DirtyOS 就是觉得这个操作系统不怎么样 这个时候就引出了 如果QDOS后来一直发展下去 那可能就不会有比尔盖茨 但是这家公司没有抓住机会 所以这个世界总是留给那些有机会的人 那么比尔盖茨就要进入舞台了 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 1975年 22岁的保罗阿伦 和20岁的比尔盖茨 一起看到了这个杂志 当时非常有名的那个杂志 所以多看看 一些报道 一些杂志 非常有用 说是出来这台机器 两个人就很感兴趣 两好哥们 你看又是两好哥们 就很感兴趣 说能不能为这个机器做点什么呢 两个人就开发了BASC解释器 这个非常好 你在上面开发了BASC解释器 别人就可以用你的BASC解释器来编BASC程序 那么别人不就可以用这个机器了吗 多好 据此开创了微软 后来过了不久 两年以后比尔盖茨又给开发了管理磁盘的一个文件系统 FAT 他就觉得磁盘文件 还有用户怎么对计算机的使用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然后后来呢 后来呢 又在这个基础上 把FAT和 把BASC 把FAT和CPM 组合出来 然后组合出来以后 又 微软又买下了QDOS QDOS 然后把这两个打包在一起 最后 推出了MSDOS 叫DiskDOS 这个MS呢 因为当时已经开创了微软 这就产生说了 比尔盖茨的第一个系统 什么 MSDOS 这个系统和IBM PC 打包在一起 再卖出去的时候 当时就非常火 老师在当时那个年代 就是一九 就是九几年到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老师九五年 读的本科 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用的机器 都是装的上面 都装的都是DOS 是吧 当时非常火 我们用的就是那样的机器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段小插曲 是吧 我们稍微说一下 本来IBM是 IBM推出PCG 他也觉得这个非常有前途 卖给很多人 那么IBM本来是 当然是PCG直接卖是不行的 必须要上面装个系统 装个特别复杂的Unix 古迹也跑不起来 是吧 所以要装个小系统 那么想和这个公司合作 使用CPM 但是这个公司呢 目光短且是吧 百般刁难 是吧 最后没有达成 而最后和微软合作 后来微软买下了 这个公司的这个QDOS 然后最后提出来 所以比尔盖茨 和他的团队是吧 开发厉害 也非常有野光 非常有野光 好了 从DOS 在DOS的基础上 后来也画出了Windows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DOS DOS 这里列出来是 MSDOS什么使用 DOS是Edit 没讲到这个地方 老师就心绪万切 是吧 当时我第一次接触 计算机 就是接触这个Edit 当时打开Edit 在上面敲了两句话 什么LetA等于3 什么LetB等于5 SumAB 当时在这里一用形 把它存成文件 在这里用Base 和E解释这个文件 出来5 当时非常高兴 就觉得 计算机真是一个好东西 我本科是学机械的 就是因为这个 也积约巧合 就是因为这个话题 这个东西 最后爱上了计算机 然后再改行 做计算机的 这么多年 我觉得个人觉得计算机 还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SDOS 就是以磁盘文件命令 这些东西 让我们使用起来 更加方便 所以MSDOS到Windows 打的这张牌 并不打核心的什么 多任务结构了 它改变这个样子牌 它主要打的是 用户怎么使用 更加方便的牌 磁盘 这个用户好理解 你看你的软盘 拿一张C进去 实实在的摸得着 用户觉得很高兴 软盘有很多文件 列出来看一看 然后某个文件 用个命令解释 执行一下 非常符合人 使用这个计算机的 一个观点 一个感觉 所以在PCG上大获成功 然后后来在MSDOS出现 后来的话 又后来出现了图形界面 就是你看 已经有点像 人们不再敲 敲了 敲字母 多类听 虽然是文件 直到敲进字母是文件 但是记错了 如果能跌下该多好 如果把它变成图标 该多好 后来就把它变成图标 等等 后来就今天的Windows Win7 Win8 WinXP 这就非常熟悉 但实际上 虽然换了很多花样 什么图形界面 实际上背后对应的 还是一样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 点一个文件 点进去 这个目录 点进去了 然后如果是可知新闻件 双击它 实际上对应的 就是敲一个命令 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这一部分 最核心的就是文件 人们通过文件 来使用计算机 感觉非常舒服 也符合人们的认识 认识特定 就用文件来做 所以 然后在文件的基础上 又做了一些图标 来对应这些文件 做了一些按钮 图标上面 发展成按钮 等等 这个本质上 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所以文件就变成了 人们使用计算机的 另外一个图像 就是因为人们使用计算机的话 使用计算机 什么叫操级系统 帮助我们使用计算机的一种软件系统 所以文件 这概念就非常重要 那文件是怎么实现的 文件这个四图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就是第二个图像 这就是第二个图像 那么当然这里还要稍微简单的说一说 这个iOS 也就是苹果做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思路跟Windows 跟Windows非常相似 当然他不光专注于界面 文件 他更现在开始关注于媒体 手势 这些特别高级的东西 大家知道 可能未来 可能很快 三五年以后 图标了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 手势识别 语音输入 什么姿势识别 甚至是脑电波识别 人机交互 来操作计算机 可能会成为一种潮流 这个不敢乱说 但是它的核心思想 对应的核心思想 仍然是文件 你眨了一下眼睛 无非也是控制 拍出一个文件 控制摄像机 拍出一个文件 所以这个文件 拍出一个图像文件 所以这个文件 还是核心 只是在上面又增加了很多内容 再总结一下历史 大家可以看到 历史又开始让我们明智了 大家再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仍然是程序 仍然是多进程 仍然是多进程的样子 也就是它的核心思想的多进程 没有改变过 仍然是多进程 但是强调了用户对 用户对计算机的使用 开始对文件 对环境 对图形界面 进行了什么 就是进行了发展 在抄袭上进行了发展 所以文件这个仕途 就成为我们要讲解的第二个仕途 文件这个仕途 文件操作仕途 就成为我们要讲解的 就是要打开钢琴的盖子 看钢琴里面是什么内容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块 非常重要的仕途 文件仕途 那么仍然是这样 也许文件的概念本身并不复杂 讲一讲 可能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说清楚 在图纸上画一画 也很快 但是如何让文件 变成为实实在的东西 就如何编程实现 如何实现它 这个就很重要 那么图标 虽然我们这个课程不讲图形化界面 但是大家可以 完全可以在这计划有能力做 上一课我们讲了 我带着一个组的同学 他们就在Linus 0.1上 一个没有图形界面的 一个系统上 一个没有图形界面系统 做出了图形界面 简单 虽然简单 但是也可以的 它的核心思想 因为最核心的思想已经有了 好 那么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整个超系统里面 打开超系统 要做到两届事 第一届事 就是要理解多进程突破 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约理来自于OS360 最后来自于UNIX 是吧 然后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着讲Linux中的一些代码 是吧 来看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要掌握这个多进程突破 要实现这个多进程突破 我们是看看它怎么做出来 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之上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下一个部分 在学完了这个部分以后 再学下一个部分 就是文界操作试图 那么文界操作试图 我们文界操作试图 我们来看文界是什么东西 它是什么概念 当然这个里面 实际上UNIX也有这个概念 这个Microsoft就是微软 比尔盖茨提出来的Windows DOS也有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也没什么都一样 我们来看看文界这个试图 是什么样 它这个试图是什么结构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 有两大基本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多进程突破 是什么样的 它将会覆盖两个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 多进程突破 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 CPU是怎么弄的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一堂课是 对后面课程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影业一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引注一下 后面要讲什么 那么多进程突破 要涉及到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CPU 到时我们会详细讲 CPU怎么做的 怎么从CPU出来进程 还讲内存 这个多进程图谱和内存 是截然分不开的 截然分不开 所以讲了这个 把这个图谱讲清楚了 能在操组统 能在计算机中立起来了 讲它怎么实现了 所以那么这两个部分 也就讲清楚了 好了 然后这个 接下来再讲这个文件操作 文件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里对应的就是什么 IO设备 因为文件对应是IO设备 那么讲清楚文件了 IO设备又讲清楚了 并且我们要主要讲什么 磁盘 磁盘是个什么样子 它是怎么弄的 所以我们主要讲磁盘 磁盘也就清楚了 当然文件也就出来了 文件也就出来了 所以取完了这个部分 这几个东西就全明白了 IO怎么驱动 磁盘怎么工作的 文件是个什么东西 文件最后怎么通过IO 到的磁盘 要讲清楚这些内容 那么根据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CPU管理清楚了 还记不记前面那张图 操作系统 什么是操作系统 它要管理计算硬件 要管理哪些硬件 在第一章我们讲过 问什么是操作系统的时候 讲过 怎么管理CPU 怎么管理内存 怎么管理IO设备 怎么管理磁盘 怎么管理文件 是不是正好对应了 那五个模块 那么是不是正好对应了那五个模块 所以这两个图谱 实际上 这两个图谱 这两个视图 实际上就是操作系统中的核心视图 如果把这两个视图弄明白了 操系统就在你的脑中形成 只有在你的脑中形成了 你才能写出操系统 你要是能写出操系统 那么什么样的计算系统 你都可以写得出来 因为操作系统是整个计算系统中最灵魂的东西 我可以写出操作系统中最灵魂的东西 我可以写出操作系统中最灵魂的东西